網路上面其實也提供像那個政府機關裡開放資料 如果你搜尋那個開放資料 找到那個政府開放資料平臺 其實這邊就有至少有多少 像它三倍一券統計 諸如此類的你會發現這邊也有把那個相關格式做分類 那你會發現它目前提供的檔案格式 像如果中央政府 你看台北政府好像最多是CSV 可是你會發現中央政府最多的就不是CSV 你看中央政府最多的就是Jason 也就是說你會發現 而且以前沒有這麼多 感覺好像越來越多 為什麼呢 我覺得主要Jason這個格式 跟程式之間做資料交換是最便利的 而且像很多雲端 像我剛剛提那個Filebase 其實它也是用類似 其實字典 其實就是跟字典是完全可以match的 也就是說我今天丟給你 反正你就用字典去接 然後再看你要怎麼去處理 其實也是相當的便利 最早其實這個東西是用在哪裡 用在JavaScript上面 也就是網頁的語言上面 那這個東西其實 將來的話呢 我想應該也會越來越多 所以你對Jason這種格式 假設不熟悉的話 那以後你要把資料取出來就會是問題 那以這個我們剛剛講這一題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要能夠快速的抓到 就是我要把它讀取進來的話 那首先我剛剛有提過 所以你們也許可以再試試看 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把這個一萬多種裡面 不要多了 一萬多可能沒辦法全部 當然你可以找裡面你有興趣的 有沒有這裡面一堆 龍委會的什麼 這個預算等等的一堆 找找看看你有沒有興趣的 有沒有Jason 而且中央政府現在至少 好像大部分就是以我們之前上課講的 那三種格式為主 CSV 有沒有Jason 然後就是XM 頂多就是會多一個什麼 Excel的格式 有沒有 大概四個 目前好像慢慢變成這四個為主流了 那其實CSV就跟Excel其實互通的 所以這兩者其實 可能還是要兼顧到一般人的應用 那所以我們剛剛說的這一題 假設說我要怎麼樣 把它讀進來的話 那第一個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之前 如果我們用那個Evil 把資料轉換不行的話 那記得你可以第二個方法 可以用Jason 再來的話呢 我需要他要什麼 他要取 這個題目裡面有說明就是 他要取這個裡面的 總共會有四個欄位 哪四個欄位 就是這四個 那其實他當然不只四個欄位 其實他裡面的話 加起來恐怕超過十個欄位 我可能就是要其中的四個欄位 當然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就是說 不只這四個欄位 你要全部轉的話 有沒有 怎麼辦 怎麼可以把這個Jason 全部轉成CSV 我想這個需求以後應該會蠻多 因為很多人 他就拿到Jason檔 有沒有 你如果產生一個Jason檔給人家的話 可能還是會抱怨說 你給我這個檔 我怎麼開 那怎麼辦 你勢必還是需要怎麼 幫他轉成CSV 或者轉成也是有檔 轉CSV我就覺得大概夠了 那要怎麼做 OK 所以這個地方 像這個考題 他有考到 第一個 如何產生 把Jason的格式轉換成CSV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把CSV再轉成Jason 兩邊可以轉 我們前面只有講Jason轉CSV 如果將來 剛好顛倒 人家要的 像是工程師 他說 你給我CSV幹嘛 我要一個Jason格式就好 我直接選檔 你會直接把那個CSV 幫我轉成Jason 給我就好了 我直接呼叫 我這樣很方便 因為需求不同 怎麼做 後面其實104題 就是在考你 會不會產生一個Jason檔 OK 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話 那表示是OK的 那只是說以這一題來看 我們要怎麼轉 因為它是一個Jason格式漏進來 它會放在一個字典裡面 因為外面是中刮弧 是一個串列 所以我要抓取 這一個串列裡面的第一個字典 所以你會發現 第一個字典在哪裡 從頭大刮一般選取 我會先選它的前刮弧 然後你會發現 在notific plus plus 它的後刮弧就會自動告訴我在這裡 也就是說這個就是一個字典 有沒有 下一個字典 下一個字典就是 其實就是第二筆資料 所以第二筆資料在這裡 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哇 它這個 所以裡面應該 至少可能十幾個欄位吧 可是這十幾個欄位我只要四個 那我要怎麼抓到那四個 特別是說 你不需要說一個一個慢慢去找 因為你看這個title在這裡 然後它好像還要什麼 它還要第二個欄位是一個什麼 unique 那個 show unique show unique 在哪 好難找 算了 在這裡 要不然就尋找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那沒關係 我們如果不想要這樣找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呢 我的習慣是print 這個串列裡面很多嘛 一堆 所以我把它print出來 很多個字典都在裡面 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那我只先抓什麼 第一個字典出來就好 第一個字典就是什麼 中瓜無靈 就先抓一個出來 抓一個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print出來 裡面就會只抓一個字典 有沒有 一個頭到一個尾 那如果說我要抓 它已經告訴我說哪個欄位 比如說是 這個 這個 title的這個 你可以把它copy一下 直接在那個什麼呢 第一筆 資料 就第一個串列裡面 的 後面呢 你直接再加一個中瓜 這個中瓜無 裡面加上那個 叫做title 這個title 放進去就是那個key 那key呢 如果你要找那個key 它會把什麼東西 吐回來給你的 它會把它的value value就是後面的東西 也就是說如果你跟它講說 我要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欄位 這個key 它會幫你把後面的東西print出來 所以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東西吐出來了 也就是說呢 那如果我今天呢 也要什麼呢 這個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再幫我把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 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它好像什麼 它有給我們這個名稱嘛 所以我們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這個名稱第二個是這個 叫show you need 跟那個什麼start day end day有沒有 那我把這幾個 乾脆把它 複製 切過來在這裡 然後後面的話 就分別 把它再 再把它拿來改就好了 其實這個 這個是第一 把這個start day 意思是我要抓這個東西 start day幫我抓出來 然後再來一個 最後的話 把那個end day的話 也把它把它抓回來 那也就是說特別注意 這邊的話 就是給它一個 它的一個key 這個名稱 它就幫你把後面的value 也抓出來了 然後後面這個把它拿掉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 前後要加中 這個 其實你加雙引號 單引號都可以 那執行的話就是 先抓title 再抓unit 再抓start day end day 我們它執行 可以可以看 有沒有 這個地方 把它print出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把它縮小一下 有沒有 它這個 show you need 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它的title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它的show you need show you need 就是哪個單位吧 OK 然後start day 哪一天開始 哪一天結束 這樣的話 基本上我就已經抓到 第一筆資料的四個資料 但是它現在還沒有啊 把它全部喔 所以呢 接下來應該知道怎麼做吧 就是把這個什麼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或者你另外一種寫法 其實兩種寫法 我們前面寫的比較多是什麼 那個for i in range 那range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跟它講全部 就是len 然後哪一個範圍呢 就是把這個list裡面的所有 都有通通幫我把它抓出來 然後加個冒號 那我要抓的部分的話 就是這裡面 因為我們就要存成csv 所以喔 你可以再把這四個東西 前面呢 再用一個什麼 用format 有沒有 把它帶進去 那那個格式的部分的話 就是什麼 一定是四個大瓜虎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有沒有 然後後面加什麼 點什麼 點format 然後再把第一個 帶回來的資料 那我這邊把它改成i 第一個帶過來的東西 叫title 然後第二個東西 這邊也把它改成i 第二個嘛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這邊一樣改成i 在後面改成i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我就可以 把 Jason 的東西 因為他可能是幾個欄位 我只要其中四個欄位 那我可以很輕鬆的 一個一個的四個欄位 只要幫我抓過來 因為有的時候啦 人家給你一堆的資料 說真的 你只需要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因為你要做報表 你報表 不需要那麼多四個欄位幹嘛 我只要其中的兩三個就好了 那你就可以直接抓你要的欄位 回來就可以了 否則的話呢 你這麼多欄位 將來你要做報表 根本完全不需要 而且非常的干擾 OK 所以這個寫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試一下 應該 應該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 其實前面做蠻多的 把它執行一下 欸 欸 少了哪一個 應該還有一個 厚厚刮骨 語法 常常 printr後面 常常少加一個厚 看OK 因為format有一個刮骨 好 那你會發現 所有的這個資料呢 就被我吐出來了 有沒有 那最後的話呢 再加什麼 存檔 欸 存檔還記得吧 就怎樣 把現在printr的東西 把它放在一個字串裡面 串 串 然後最後把它存 丟給一個 那個f 物件 就存檔就可以了 哇 這個 這一題就完成了 當然跟各位講一下喔 這個是我們習慣的寫法 但是喔 考試的時候喔 它有一個標準 標準的程式 又跟這個寫法 不太一樣 所以有的時候啦 我是覺得 這考試缺點就是喔 它給你標準答案 跟我要不太一樣 我習慣寫的方法 跟它提供給我的參考 答案喔 差距還蠻大的 那怎麼辦 沒關係有概念 你大概就類比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喔 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 就是考你會不會把 一個Jackson的格式 裡面的四個欄位喔 只要四個欄位 抓出來就可以了 我剛好特別強調 分析的方法 我是建議喔 你可以先抓 其中一個字典 先試試看 如果一個字典OK的話 那其他的東西也就OK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那同樣的方法喔 你們也可以啊 如果你們還有時間的話 我是建議喔 可以去 Google開放資料 找到那個 政府的機關 政府機關裡面喔 你點進來之後啦 你找到那個 我記得好像找到 這個 上面有 應該是哪一個 全部的吧 找全部的資料集 全部的資料集裡面喔 下方就會有 所有有Jackson的 都列出來 那你可以針對那個 有Jackson的喔 看自己有興趣的 這個格式喔 所以我剛剛是找那個 開放資料的關鍵字 再去找到那個 全部資料裡面喔 這個是政府機關裡面的 然後他會把那個 裡面有Jackson格式的 幫你列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針對啦 看看你比較有興趣 政府機關哪些資料 跟你比較有息息相關的 好像之前有一組同學 是把台電的那個 資料喔 抓起來 他做什麼 做那個 台電的那個空污的調查 跟那個PM 就是燃煤 燃油 跟空氣污染 到底有沒有直接關係 那因為台電上面有資料 他就把台電資料抓起來 然後 做一個 這個專題的報告 就分析一下 OK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這個地方喔 這個開放資料喔 Jackson的這個格式喔